你很可爱啊 然后说你很可爱啊 然后说我很喜欢你啊 为了你们 为了你们 为了你们就是 找到一个日本女朋友 我老婆就是总结了 外国人怎么才能最快追到 不能说最快追到女生吧 就是外国人 外国人就是让女生 让日本女生喜欢的点吧 嗯 嗯 这个 日本人女生と付き合うために 别人我代表でもないけど 这个这样的话 这样的话不是我老婆 不是说她不能代表日本 日本所有女性只是一个大概的 就是她感觉她的感觉 她的想法对不对不一定啊 仅供个人参考 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清潔感 一是就是 你要弄得特别干净 不能几天不洗澡 几天不洗头 日本人 大家都知道日本 大家都知道 日本人特别喜欢干净 所以不要几天不洗澡 不要几天不洗 用淋淋的头发弄过去 你就是 发型啊什么 收拾的不好也行 但是一定要 洗澡 不要弄得身上有味 就是汗味臭味那种 也不要弄得特别重的香水味 但是日本人也不喜欢 然后就是 指甲一定要清潔 不要像咱们一样 指甲里面 短い 中里面 不要长短 不是说长短 不是说指甲的长短 是指甲盖里 不要长得灰 特别黑乎乎的灰 不要 一定要不要 就是清潔感 因为日本人的男人 是哪一样的 那种人 谁会说 哪一样的 没有 看起来 有很多 相当多的 人人都不在 最近 是 積極的 可以 好 可以 很大 去 没有 然后我老婆说像日本男生的话 最近像日本人的话 最近就是特别说日本男生 要么就是特别风流成性的男性 要么就是那种宅男式的男性 所以就是你要是见到你喜欢的女生的话 你就是你自己也就是主动的积极的去追她 然后说你很可爱 然后说我很喜欢你 去大胆的告白 去大胆的说 说出来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点 因为日本的女生 日本男生大男子主义吧 不会特别主动的 不会特别主动的张口 去追求女生 所以就是像你们要主动去追求的话 让他们感觉自己很漂亮 自己很可爱 成功的距离也会非常大吧 然后说中国的文化を教会 共有すると楽しさがアップ 日本人的男性的男性 或者说日本人的男性 或者说文化の話 因为我老婆,这也是个人意见啊,她说,怎么说就是,你要把中国的文化,中国的文化习惯的稀疏啊,就是告诉,就是平时一块玩的时候,一块交流的时候告诉你那个女朋友,跟她讲一些东西啊,她会感觉啊,这个跟日本不一样啊,这个就是感觉特别新鲜那种,她如果找日本男朋友的话,他们他们见了东西, 都一样,所以他们就是感觉没有什么新鲜感,如果跟你在一起,你跟他讲,你跟他告诉他,你讲那个,你讲一些就是新鲜的东西,中国的东西,他们日本不一样的,他们会听得特别新鲜,所以就是在一起的话,就是应该会纪律会稍微大一点啊,比日本男性稍微大一点啊。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我说的,虽然说就是你那个就是语言不是特别好,就是你们两个聊天的时候就虽然说不用那个日语,要么就是你会日语,要么就是他会中文,这样的话你们才能聊天,虽然说就是怎么说,不一定要求你百分之百 说的特别流畅,说的特别好,但是最起码能交流,就是说今天咱们一会吃饭,你最起码像这样的话,能交流到一起,中间会语法错误啊,或者单词错误啊,这样会给你增加你的,就是你的可爱度,但是,一定要有一个最基本的交流点吧,能交流是最好的,不能交流的话,也是一个减分的地方了。 有点选择,慢慢来吧,你会想要不要说,你会想要不要说,你会想要不要说,你会想要什么都很开心的地方。